中環至半山一帶是香港一個獨特的存在 在這裡你會見到最繁華的香港 同時也是殖民地時代的開端 新舊交融 有老香港的風韻 也是繁華大都會的氣派 就像我們現在身處的水坑口街 就是英軍在1841年登陸香港 為香港展開了150年殖民時代的開端 而附近的太平山街 是開放初期華人聚居的地方 其實舊城中環有很多類似的景點 不過實在太太太太多了 還有孫中山古蹟徑 百年大教堂等 走一轉好像時光倒流一樣 舊城中環至半山一帶 也是傳統豪宅的所在地 和中環金融核心中心紫尺之遙 它的舊殖民歷史風韻 更加是全港獨一無二 今集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這個地方的歷史風華 講歷史怎少得古蹟 講古蹟又怎少得活化 不得不提剛剛活化完成 2021年新鮮出爐的中環街市 本身屬於三級歷史建築物 已經有80年的歷史 屬於少數戰前的室內街市 經過活化之後的中環街市 以Playground for All為主題 樓高三層面積超過12萬呎 超過100間零售和食肆 創意品牌、老字號、店舖新舊交融 同時也修復了13個原有的街市檔口 保留設計並且租給本地老字號 讓市民感受昔日的街市情懷 大館是警察和市民 對前警察總部建築群的稱呼 十六棟建築已經有170年歷史 2018年 特區政府將大館其中兩座 變成藝民中心 館裏面有藝廊、餐廳和特色店舖 當年的市民可能對大館怕怕 不過今天我們不單止可以在這邊打卡 還可以通過道賞團、歷史故事空間等展覽 探索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 和域多利監獄一站式機構的歷史 來到Police Married Quarters 即PMQ 三級歷史建築 曾經是警察已婚宿社 和大館只餐幾個街口 他們上班很方便 該址已超過100年歷史 最初是中央書院校舍 2005年古蹟辦事處 仍然發現中央書院的遺跡架 連孫中山先生都曾經是中央書院的學生 說回PMQ 在2010年改建為創意中心 提供藝術工作室、店舖和餐廳 真、偽文青都適合去行 地下展示廊還展出了中央書院鋪地瓷磚 和建築構件 給人生味背後的歷史和建築價值 在PMQ原廠方附近 就是孫中山紀念館 其實館子就是金塘帝 在1914年建成 是何金塘的宅帝 那它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在於它是香港其中一座 最早用鋼筋和鋪設供電線路的建築物 亦都是老香港現存少數的20世紀初建築物 現在可以在展廳中了解 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和革命時跡 而沿著孫中山時跡徑 亦可以找到它在香港留下的革命足印 中環半山新舊交融 怎知舊東西看 下一集我們就會說一些新的東西 看看中環半山有多好住和有多chill 記得like、comment、share和follow我們